哈囉大家好 每天我們都跟各種行業接觸 超商店員、服務生、業務員、司機等等 雖然素不相識 但仍保持最基本的禮節 你有沒有在有時候 遇到一個態度超出場裡的雞巴店員 讓你堵攔一整天呢? 他沒有罵你髒話或動手打你 但他的態度就是可以讓你超堵攔 久久不能氣消 反之也有遇過天使般的店員 讓你心情輕飄飄一整天呢? 今天就來講我遇過的天使店員 連著欠他3000萬店員的故事 餃子店 我是個愛吃餃子的人 大概一周一定會有一天餃子混燃起 一定要吃餃! 我家附近有個連鎖餃子店 有一次我去買鍋貼 店員正在跟朋友聊天 怎樣啦? 哈哈哈哈哈哈 他跟朋友聊天嘴巴笑到快裂開了 我递給他單子 他臉瞬間垮掉 哥!我在海底撈嗎? 川劇變臉喔! 七十 過程中他對我是席字如今 好像多講一個字會減瘦一年一樣 我也不知道哪裡惹到他 打擾他聊天嗎? 結完照號他要開始大聲笑聊天 殺小啦!哈哈哈哈 我說 不好意思我去隔壁買飲料 餐點幫我放桌上就可以了 蛤? 喔! 三小! 他的語氣可以說是需要刻意去用力 才能有的凶狠度 很像黑道在維世的態度 我現在是來夜店嗎? 算了 通常鐵板燒師傅有絆甲 炒出來的菜特好吃 你的鍋貼肯定也不錯吧 靠杯!這招牌! 玉米的啦! 藥膠不膠的 你給我把絆甲弄掉 我發現後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要絆米這是原味 他拿走不講半句話 阿所以現在是會補送給我嗎? 這撲錯迷離的態度是為何? 你把對你朋友的10%熱情 分給我不行嗎? 他對我講的話共三句 其實 哈?喔! 加起來的字不如我一句話多 我幹 不用一句髒話 用表情語氣 就把我弄到滿肚子氣 真的是搞手 後來我去看他們Google評價 1.9顆星 厲害! 一間家喻戶曉的加盟店 可以被評到1.9 評論全部在靠杯態度 而且有些還不是在罵他 是在罵其他店員 所以這間店的教育訓練 就是態度要夠擊吧 以下是評論 生品用甩的給我 客人是欠你們喔 問要不要醬包還翻白眼 想讓吃飯心情變不好 歡迎來這間試試 結帳時店員對我超級兇 我欠你什麼了嗎? 阿姨上班就好要上班 沒必要搞得好像我欠你錢一樣 態度像吃炸藥被搗毁 出差完直接用丟的 令用拳頭很硬 胃縮小 呼籲要去吃的人心臟要好 心情要好 家裡死人臉才會這麼臭吧 請大家體諒一下 結論是店長借很多人錢喔 這評論區可以學習到很多 形容別人態度差的花式用語 大家都超嘴 推薦你們去看 但神奇的是 他開了十幾年了都沒倒 態度也沒改過 我只能說真想去加盟一間 應該是穩賺不賠啦 可以carry這種破分店 但後來我也不去買 寧願騎遠一點去別間分店 拜託總部管一下這間爛店好不好 手錶 當年我要進成功領的前兩天 跑到一間大連鎖批發數據去買手錶 櫥窗上的手錶琳朗滿目 我只進成功領不到一個月 手錶拿來抄的 當然是越便宜越好 反正以後我肯定不會帶 有什麼超屌功能我也用不到 只是要看時間 一進去 負責賣錶的店員臉就很臭 我問 請問手錶有比較低價的嗎 這邊這支399喔 他可以稍微防睡 幹 好貴399 請問有100左右的嗎 因為我只帶一下而已 我們這裡不是夜市喔 要買100內的去夜市買 這怎樣 就說沒有兩個字不就好了 雞力刮啦嘴我一串 我的問題像是來亂的嗎 你是批發商場 又不是高級中錶店 算了 大概錶界也通膨了 買了399 別小看我 我以後一個月可是可以領6000 我們這個計時夠嫩喔 按這邊就可以了 他的語氣超像遊樂園裡 宣導到很厭世的店員 請客服手 不要伸出頭手喔 但我走出店外 就不在意了 也幾乎忘了這件事 後來在成功領受訓時 欸你們看 這我在大創買了 四十零元手錶 跟這個這個超屌的 店員屌什麼 還那麼打算追我 因為同梯的這支錶 讓我記住這件事情8年 原來手錶可以低到四十九 可能不是九十九勒 其實那個店員也沒到超靠別啦 但加上這個大創炫耀仔 就直接變成一個最靠北組合 高單價商品店 在百貨公司 像我這種很少真的消費的 都會有一種自卑感 尤其走進稍微高價一點的服飾店 面對店員都心虛 有一次我準備去百貨公司 買行李箱送給朋友 我是準消費客戶 因為有了這層關係 我走進專櫃 更有自信 自卑感降一半 當時我抱著決心 走到一間行李箱店 我的預算可以高達8000 誰都不怕 哼 我走進去後 店員沒有表情 沒有開口 就站了起來 站在旁邊 空氣 彷彿凝結 好可怕的氣場 我寧願他去廁所 也不要這樣幹我 好冷酷的時間 冷氣好冷 本來在聊天的我們 頓時都閉上嘴 喧囂的百貨公司 就數我們這櫃 最安靜 彷彿在圖書館內 只要講一句話 就會被趕出去 請問這個多少錢 一萬八 好冷 好慢的語氣 幹XX 超過我的預算太多了吧 這什麼箱鑽行李箱 這傢伙 他憑打扮推測 我們不是轉客戶 所以他毫不掩飾他的態度 不應該說 他故意我們這個態度 想讓我們早點滾 但現在平日根本沒客人 你看起來在發呆 到底忙什麼 我被擊到 我偏不想照你的腳本走 好 拿到這個 一萬八跟我預算差不多 真想這麼說 但真的太貴了 我們離開了 走出店外時 仍是一片寂靜 能感受到後方冰冷的視線 可惡 有一種被瞧不起 但也無能為力的感覺 我說可惡 後來我們在同間百貨的五樓 買了一個行李箱 4200元 店員超好 開心啦 自助吧 以前去補習班的路上 我跟同學總會物色午餐要吃什麼 當時我們常常經過一間牛排館 那是我不敢踏入的地方 這邊是一顆牛排要200多的地方 我一個國中生怎麼吃 有一天同學跟我說 期中考結束 去吃牛排吧 呃 罪惡感超重的 拿爸媽的錢吃頂級大餐 但我同學又很想吃 又提了蠻多次了 這一次我就服從多數 普通牛排一顆 普通雞排一顆 老 老闆 可以只吃自助吧嗎 什麼 可以 那就算你110元好了 自助吧給你吃到飽 沒想要吃牛排館 真的可以不點排餐 只吃自助吧 我兒子現在演念國中 所以我知道你們零用錢比較吃緊 沒事啦 我認真在自助吧裡探索著 弟弟 旁邊有雞塊 肉絲炒青菜 牛肉飯 盡量吃內 喔 老闆知道 我來找有肉的料理 即使還有其他大戶客人 當然還是慣性著我 丁股牛排一份 就把海陸空套餐一份 喔 空廁所 我吃著肉非常開心 吃光好幾盤非常不客氣 我從自助吧裡不斷細挑肉出來 絕對超過100億的價值 後來我仔細找尋排餐菜攤上 根本沒寫 純享用自助吧 謝謝老闆 我們心滿意足的去補習了 我一直記得那個會關心我的天使老闆 想說同學還要去吃的話 我一定也要去 但我國中還沒讀完時 這間店就倒了 我還沒吃第二次耶 果然好人不償命了嗎 1.9星90點都可以開10年了 最後一則故事 是由台信銀行提供的真人真事 我這個人其實非常怕各種線上訂票 因為我是笨蛋 很複雜又麻煩 我都用得很爛 何況老人用 有一位陳奶奶 為了去看美國的女兒 用台信信用卡刷了兩張到西雅圖的機票 很角色 老人竟然自己網路上買機票 我每次看到複雜的填資料就快放棄了 成功了 看來我還沒老耶 而沒想到在疫情期間 搬機被取消了 啊 我的錢怎麼退 我要去機場你嗎 緊張的陳奶奶 就打去國外的航空公司申請退款 結果沒有拿到全款 怎麼只有9054 我付了18000耶 後來他只好一直打客服去詢問原因 但也不知道是卡在哪裡 轉機繞來繞去就是退不了錢 啊 你們剛剛叫我打這裡 現在又叫我轉 到後面陳奶奶直接爆炸 這間公司就是騙錢啦 騙老百姓的啦 後來他決定改成 打給信用卡的那方求助 也就是由台信客服英文縣的客服接聽 那個打電話去齁 都踢皮球踢來踢去啦 呃 好激動 好的 我試著溝通看看 我們跟航空公司聯絡 看哪個環節出問題唷 Hello Welcome to Air Onion I'm Larry What can I help you? Hi Good afternoon This is Colin from Taiwan 原來如此有難度 要用外語溝通 過程中流程又很繁複 等候接聽時間也很久 真的會被弄到心力交瘋呢 台信行員多次主動去電和寄信 聯絡其總公司溝通 中間還遇到個資問題 必須進行三方通話 陳奶奶 要麻煩你一起三方通話 英文我聽不懂啦 別害怕我會協助你 過程中她還召喚陳奶奶的兒子 到官網上填英文表單 我們來是第一次學英文喔 照著我這樣寫就好囉 經過多次積極與航空公司溝通後 終於發現 退款金額確實有誤 終於找到正結點了 雖然金額不大還花了超多時間 但這就是這個阿嬤的血汗錢啊 沒想到真的拿回來了 我本來已經放棄了 超長的一場抗爭啊 這客服人真好 不會讓人感覺大小眼或是不耐煩啊 不在乎時間成本的消耗 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完整解決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人啊 沒錯 台信行員在服務上 總是對每位顧客主動且充滿溫度 友善的 台信行員秉持著成為大家的智慧好夥伴的精神 主動為每個顧客提供充滿溫度 友善專業的服務 智慧好夥伴 沒錯 就是這個熟悉的聲音 陪伴了我近30年啊 那麼以上就是我分享的 遇到天使 &欠他錢的各行各業的故事 你有遇過什麼態度超天使 或擊敗的店員嗎 留言分享 我從中抽十味種洋蔥的拼貼貼圖喔